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看老师巴恩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什么是海报 我们知道了海报这一词的来源 以及海报的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一下海报具备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让我们打开Elast Trader 海报呢,就是总结起来大概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它是尺寸比较大 因为海报张贴于这个公共场所 它必须不能受到周围环境和各种因素的一个干扰 所以就是说,一个大的画面 可以能更好地图出它的形象和色彩 所以呢,海报呢,它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尺寸 规格比较大 一般呢,有全开 有对开 以及这个三开 大的一个尺寸 开呢,是指这个纸张的一个规格 在下面呢,有这个 纸张的一个尺寸 当然它这块呢,都是用这个毫米去表示的 全开的时候是844 乘以这个 1162 当然纸张也分这个正度纸张和大度纸张 然后这也看一下 一般在百度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搜寻的到 在我们设计的时候呢,如果客户需要什么多大的尺寸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给他 嗯,一个 设置 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去查询就可以了 时间长了,你会记住几种就是常用的规格 而且我们这个分印刷跟这个写真基出 将来我们讲到这个海报输出材质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在这里呢,你只需要记住 海报的其中这一个特点 然后以及常用呢,是全开和对开 以及三开就可以了 尺寸大 然后也恰恰说明了海报具备的特点 是醒目 它必须有醒目这样的一个特点 第二点,远视墙 为了使匆忙的人留下视觉印象 除了尺寸大之外 嗯,招贴海报设计还需要充分体现定位设计的原理 以突出商标,标志,标题图形或强烈对比的色彩或大面积的空白 使简练的设计流程 海报,招贴成为视觉焦点 也就是说你除了尺寸大以外 你必须要突显你的主题 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是色彩上的对比,还是画面,还是文字 都必须要有一个突出点 嗯,换句话说 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吸引力 第三个 第三个是,嗯,艺术性比较高 艺术性比较高 这个可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从大的一个方向讲 海报分为这个商业海报和非商业性海报 那么先说非商业性海报 非商业性海报就是一些公益性的宣传 像这样的一些公益性公益性的宣传 具有这种使人产生共鸣的这种 让我们有一个反思 看到它之后有一个反思这样的公益性广告 海报 那么商业性海报呢 有的可以是一些比较有创意的 有的呢,它就是为了突出一个 嗯,档期活动的一个重点 一般而讲 嗯,电影或者说游戏的海报 它更从这个美学去考虑 所以它更具有这个艺术性 艺术性会比较高 而且你这种 嗯,美的东西 对人们来说嘛 都会产生一定的共鸣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大众审美 你设计出来这个海报 除了突出这个重点以外 你能抓住80%的人的审美就足够了 可能那20%的人你会抓不住 那个无所谓 一个好的设计师 它是没有一个标准 也不是说它的审美会有多高 而是说它的审美是必须是精准 第三点也就是说海报 所具备的一个特点 艺术性比较高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积累 这三点说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能清楚的知道 一个海报设计时候的 三个特点 第一是一目了然 简洁明确 你不要把这个海报设计的过于繁琐 它该突出的重点突出了 然后删去一些次要的细节 然后呢 有这个时间地点 活动的内容 按照一个有序的排列去进行 就可以了 第二点呢 是以少胜多 一一当十 海报呢 属于一个瞬间移术 看上去 人看上去第一眼 你吸引住他的目光了 你就成功了 如果他看上第一眼 马上就转移了 在他脑袋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你这个就不是很成功 或者说是失败的 所以海报呢 就是一定要抓重点 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 看这些海报的时候 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三个呢 是表现主题 传达内容 从这个商业海报角度讲 商业海报 是要盈利的 那么他推出一款产品也好 他给人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也好 你必须要传达精准 你只有想着去为你的甲方去赚钱 秉着这个原则 那么你设计的作品海报 才有价值 才有这个商业价值 他才会变得值钱 如果你设计出来的这个海报 与他想要传递传播的产品 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设计出来之后呢 人们也看不懂 只有你自己在那儿估防自赏 那个也没有用 回头 甲方也不会付给你很高的一个费用 他觉得你设计的东西不行 是你设计的东西真的不行吗 是色彩搭配不得当 还是构图不合理 其实不是 其实是你传播的东西 所有表达的东西定位不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 表达主题 传达内容一定要精准 那么说完这些 这样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海报 早期的一些宣传 大力宣传运动的一个海报 构图呢 这可能是就是手画的 构图呢 有近有远 近大远小 这样 人物呢 也在这个画面上面的这个焦点 底下有这样一句口号 突出了一个主题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为革命锻炼身体 该有的内容都有 然后我们也很清楚 很直观的 传达了他这个海报的一个核心 那么看第二章 我刚看到这个上面 这个中间这部分的 这瓶酒和这些杯子的时候 我就真的以为它是一款 就是酒水的一个海报 那我看到底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呢 我发现不是 它是一个炉盘 地产的一个广告 然后这个文字呢 排列也比较乱 这个就是一个表达不清楚 它可能想用这样的酒 去表现这个 居住环境的一个高贵 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出 这个高贵在那 就是像是一个酒水的一个海报 这个产品的一个海报 这个就属于它表达不是很清楚 所以它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海报 第三个 这是一个眼睛 流了一滴眼泪在这里 下面呢 它会有这个视觉引导到这 不要让最后一滴水变成眼泪 这是一个节液用水的一个工艺性的海报 也有主题 简单 这样的一个画 图片在这 下面呢 这个是立白洗衣粉的一个广告 很多 国外的广告 海报设计呢 都喜欢创意 创意是怎么来的 是一点点精简来的 可能一个繁琐的图形上面吗 很难表现出 创意也会有不绝对这个东西 但是 越简单的东西 如果展现出创意的话 你会让人们瞬间增加一下对它的印象 就像这个立白洗衣粉 这样一个刮钩在这 虽然说很夸张 用了夸张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手法 但是确实能 起到本身对这个产品的一个兴趣 洗衣件 背心或者说半袖 在这呢 太白了 因为细的 我看不见它了 已经 但是其实你可以在这 放上一部分色彩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图案 只有白色的地方 洗得非常的白 它如果把所有的颜色都洗没了 那这个洗衣粉 也确实有点 太夸张了 下面呢 这两张是电影海报 也是我比较 平时比较喜欢设计的一种海报 因为它所具备的元素呢 就比较全面 字体 图片 背景 然后主题 小的这些文字都可以的 特效字的时候呢 在我们后期的课程中 老师也会挑几款比较常用的 然后在Photoshop里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简单 它的构图 就比较讲究 在我们后期讲 黄金比例的时候 也会拿这个实力 去对比 因为海报的 它的艺术性就比较高 它毕竟是一个电影前期的时候的一个宣传 所以它更多的浓缩了一个电影的精华 必须产生这种渲染的一个气氛 让我们对这个影片呢 有一个好奇心 然后有一个了解 才会导致我们去观影 是这样 起到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 像这个京城81号 2 3D 在这它都写 然后有雨天 火焰 然后这样暗的一个色调 恐怖的色调 我们在讲色彩的时候 有讲到大面积的这个深蓝 就是看上去会很很恐怖 然后这个呢 它属于一个档期活动的一个促销的宣传 我所在的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呢 就经常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每到节假日的时候 节日的时候呢 我们会设计出一个转型 这个主题 然后根据这个主题呢 做一些反券类的海报 然后招贴物 以及这个灯箱片 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一些东西 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个特点 除了出出一个大的主题之外呢 其次呢 就是一些辅助的一些活动 当期的一些活动 到后期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去讲解 第二课呢 我们只需要记住 海报它的三个特点 尺寸大 远是强 第三个是艺术性高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海报的它的一个用途 以及分类 详细的讲解 第二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